大家好,我是狙狙俠 今天咱们又加到了一名小粉丝 他也是有话要和我说 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哈喽,你好啊,你多大了 十二 十二啊,好 你有啥想跟我说的 狙狙俠你好差啊 连一个小学生都打不过 我一根手指吊打你 不是,小伙子 你这也太嚣张了吧 上来就说我太过分了啊 真的,有种单挑 单挑,我怕你打不过我 行,你想单挑啥 你说,哥哥满足你 团队经济图书馆 快拍,仓库,仓库 到底单挑啥呀 你这个家伙换来换去的 想让我让你几个人头直说吧 不要 不让,行,有魄力啊 那必须的必 那赢了,你想要个啥 一个手册 那就开始了啊,就图书馆吧 我去开房间 兄弟们,这小伙子挺嚣张的 他说一个手指吊打我 你敢信,咱们过去会会他 看到他了,一缩子 哇,我没了 可以啊,有两把刷子 这第一个人头呢,就当是让他的 咱们接着来 提前枪,竟然在前面卡我 哎,你过来啊,还真过来了 一波大跳 哎,拿下,险胜险胜 这一波他竟然在上面卡着 咱们绕一下,看他下不下来 哎呀,还真下来了 真是出声牛犊不怕火 紧接着一波大跳 再次拿下 凶狐 又看到他了,还在上面卡着 一波红点扫射 轻松拿下 一点难度都没有 当比分来到6比3的时候 我觉得这样对他来说不公平 咋说人家还是个小学生呢 要不咱们演一波 给他送送人头 看我的 一波划铲 不要开枪 送他一个人头 紧接着一波大跳 咱们打空气打地面 就是不打他 再送他一个人头 舒服 哎,再来再来 瞎打一通 让他拿到一个人头 现在就不送了 直接把他拿下 漂亮 紧接着呢 我以绝对性的优势拿下了 10分 看我一把M24秀翻他 一局 没打中 再来一局 又没打中 别打我 别打我 都换个子弹 打不中 打不中 气不气 我躲 我躲 气不气 我再躲 紧接着一波大跳 加开枪 轻松 拿下 到这里呢 结局已经很明了了 拿下他 那可是简简单单 好了好了 福利呢 还是要有的 给他120点卷吧 祝他学业有成 好了好了 我要继续下 关注我这样就会抽到你和我单条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